大家来看属性 然后呢在这里面高级系统设置 然后再点这个环境变量 然后找到这个PASS 找到PASS 然后点一下编辑 点完这个编辑之后呢 为什么我们要去有第二种方式呢 大家来看一看 以后呢我们学就业班的时候 也会对它进行配置 那么对它进行配置啊 要配置一些其他的路径 其他的可执行文件 那么配置完之后 那你肯定要在这前面去 再粘停一些路径进来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越来越往后了 如果有一天你想去改变它 我JDK版本升级了 我想用1.8版本呢 或者我不想用72了 我想用一个73或者79 想用其他的版本 那你是不是在重新安装JDK之后 这个路径也需要改 然后呢你前面可能有一些路径 后面也可能有些路径 那你就要去找它 而这个里面大家发现 这个路径是不是只有这么高啊 就只能显示一行啊 你想去修改是不是特别麻烦啊 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一段 有可能会被修改的 就这一段有可能会被修改的 我把它拿出来 好 很臭 点击出来 先点一下确定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确定 然后呢我们来点一下环境变量 在这里面我们干嘛呢 新建一下 然后几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 沙瓦 沙瓦-home 什么意思啊 沙瓦的家对不对 那么沙瓦的家 我们就把这个命令啊 都配置到这里面来 有听说老师 我启程就要叫XXX 我讲可以 但是最好是启程沙瓦-home 因为到就业班呢 我们要学什么Tomcat之类的 这些东西 学服务器 这些东西 那么那会儿 他用的就是沙瓦-home 所以你现在就给他 起叫沙瓦-home就行了 那么沙瓦-home里面记录什么呢 记录的是咱们这个 地盘下沙瓦-gdk的安装路径 没有加这个bin就在 好 有限确定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pass路径里面去 大家来看 pass里面 那么你在沙瓦-home里面配置完之后 你有没有告诉pass吧 是不是没有重新再告诉pass 那怎么再去告诉pass呢 很简单 好 在这前面来两个百分号 来两个百分号 然后里面写什么呢 写这个沙瓦-home 那么这叫做动态获取 沙瓦-home里面的路径值 动态获取 那么前面其实就是刚刚那个结果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b 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地幕录 好 点击确定 然后再点击确定 再点击确定 OK了 这就是第二种配置方式 我们来验证一下第二种配置方式行不行 我先把它关掉 然后再重新启动一次 按住shave的键 然后呢 在此处打开到处窗口 然后来一个叫做 沙瓦-c 沙瓦-c 然后呢 s-e-r-o hello 沙瓦-c 点到 收成 大家来看 有没有问题 说没有问题 所以这种第二种配置方式 会更好一点 更灵活一点 那么这就是第二种方式 这个知识点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